郭文貴議員 我首先會用中文 然後再用英文講述 我是張sir 在我左邊是Madam Gu 在我右邊是Ming Sir 他們兩位是監察暴力行動組的總督察 我們今天有相當要報告 我們今天也有一位首語翻譯 Step 我們現場是有慶祝朋友的 我首先要跟大家講講 就是在這個 很多市民來報案的時候 投訴我們警方說我們有濫用私刑 但是之後我們發覺他們其實都是投訴警察 所以全部都將它降格為普通的警察投訴 所以全部的投訴 報案的案例全部是轉介了警察投訴貨 警察投訴貨是我們警方的一個部門 即是自己人查自己人 因為監警會是一個獨立的監察警察的一個諮詢架構 他們是沒有權查警察的 唯一有權查警察的就是我們自己警察 監警會如果不滿意警察投訴貨的調查 它是可以繼續不滿意 而警察投訴貨也都可以繼續不滿意監警會的不滿意 警察投訴貨是我們一個非常好的官官相偉的典範 而我們也都警方的效率一直是非常之高 在蜘蛛仔掛起這個我要真普選的一個直番 在獅子山的時候 我們當日就將它拆除 在有三名中學生在將軍澳墨站 被一些涉嫌藍絲帶的人物去襲擊他們的時候 我們警方也都很快拘捕了他們 也都監禁了他們 超過足足28個小時 不過我們在處理有關七位警員 似乎是光明磊落 暗角打鑊的 他們呢 仍然是在調查當中 並沒有任何人受到拘捕 我們是按一貫的程序進行 行之有效 確保公平公正 我們的既定程序 是一定會公平專業優秀 最近我們也都留意到 有很多的市民 尤其是示威者 他們是非常之激動 情緒激動 以及一些激進的知識分子 我們最近也都在立法會 發覺有這類的激進分子 他們認為這個雨傘運動 是有外國勢力的入侵 我們見到有很多的 無論是這些 退熱貼 或者是一些水 其實都是外國的牌子 我們也都見到 有不少和平理性的市民 是受到他們的滋擾 我們發覺 在這個整個 今次的非法佔領的行動裏面 其實是對市民造成很大的障礙 整整超過一個月 已經令到附近的交通 商鋪帶來負面影響 正如我們興建這個沙中線 是由2012年12月開始 我們將行車道封閉 造成交通擠塞 對於附近的商戶和人樓 都造成很大的影響 而且我們這個工程 將會延遲大概四年 四年其實都不重要 因為最重要是興建沙中線 是將會為市民帶來很大的方便 更加重要是會為我們的港鐵 帶來很大的收益 因為我們港鐵其實是百分之七十七 是由政府擁有 每年賺過百億 每年繼續加價 在這裡我還要重新說一說 有關我們行政會議成員 也都是港區人大 茶屎美倫 他講過 其實美國的黑龍 在1861年被解放之後 都要還等一百年之後 才有投票權 所以 我在這裡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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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屎美倫不是說香港人 是黑龍 你們不是奴隸 你們只是被奴役 而已 你們也都不需要等一百年 我們五十年後 就有揭曉到時 看看你們有沒有投票權 而最新的消息 我要和各位講清楚 我們的前特首董建華 剛剛成立了一個叫做新智庫 這個精英集團 平均年齡是70歲 這個新智庫的使命 就是要平定這次雨傘之亂 他的對象就是你們這些 17歲的廢青 董建華這個新的精英智庫 是對於大家這種非法行為 是不會姑息的 他們一定會繼續用果斷 專業的態度 用既定的程序 去撲滅這一場雨傘之亂 最後 我想講一講 就是 今天都是這個 萬聖節 我們滿天神佛 其實在立法會 天天都是萬聖節 我們看到立法會剛剛否決了 由泛民提出的一個特權法去調查 梁振英收取了這個澳洲的一個工程公司 五千萬 這個是外國勢力 不過這個外國勢力 應該是可以幫到香港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 我們歡迎梁振英作為特首 繼續收取外國的賄款 這些賄款是會幫助我們香港繼續發展 因為我們港鐵 已經和這個UGL公司 有很多商業的合作 而梁振英 我們的特首 也是透過一個英屬處女島的公司 暗暗地持有這個大德良 日本的三成股份 這間公司 也是和這個香港輕業 有一個很大的關係 事實上香港輕業是老闆 香港輕業也是亞視的持有人 所以我們見到這裡的很多商業利益關係 每每都是令到我們的香港繼續繁榮 繼續安定 各位是會繼續被奴役下去的 我的報告今天到這裡 然後我們會請明sir說這個六八九行蹤 各位市民好 六八九行蹤 知萬佛寶典落成開光 六八九今天出席保連禪子 萬佛寶典落成開光儀式 同場還有前特首曾蔭權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他發言的時候 感謝保連禪子一直以來 在宗教文化和社會服務等方面作出的貢獻 明顯是為他早幾天 宗教及體育界沒有經濟貢獻的講法補獲 對現場的記者報料 六八九笑容燦爛四萬感口 同曾偉雄早前所形容 此時此刻只有心懷不軌的人才會笑 是不謀而合的 我們在這裏再次呼籲 六八九 落台 落台之前 最好他想避免落台 就先落區 落區 和留守的群眾對話 還香港人 香港這個地方 一個真普選 為香港作出唯一的貢獻 好 謝謝 還有一則 是剛剛飛進來的 是 英國應該是倫敦的快信 就是六八九的副手 就是曾俊華 這位一直剝花生的才爺曾俊華 昨晚在倫敦晚宴的時候 在場外數十名香港學生 和在英的港人 撐起黃色的雨傘 支援雨傘運動 要求真普選 但是曾俊華司長 被參與的請願團體 在Hong Kong Overseas Alliance 批評 裝龍扮雅 連半分鐘 與請願人士對話的時間都沒有 我們的報告到這裏為止 好 謝謝明Sir 六八九是會繼續發表他的錄影講話 而曾俊華會繼續發表網誌的 好 接著我們請Madam Gu Madam Gu 會跟我們講藍絲物語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Madam Gu 大家有沒有聽到這個藍絲紅絲 聽了就算了 不要搶了 我今天有特別報告 由於今天是萬聖節 所以我們已經掌握了足夠的證據 有外國勢力入侵 多謝 在中環一帶已經有大量外籍的人士佔領 他們的佔領口號 一般都是trick or treat 好恐懶 還不時會假裝鬼恐嚇市民 所以我們發現他們有一個很嚴重的行為 就是會向市民勒索 勒索糖 我重申 這個是嚴重的非法行為 想吃糖是應該自己買的 我呼籲外國勢力人士 立即 我是說立即 離開佔領區 在佔領區裡面 混入了一群便衣 肩膀是沒有號碼的 很詭異 企圖冒充藍絲生事 但其實他們真正身份 就是我變成這個南瓜絲 即是俗稱的橙絲 同時佔領區也發現有喪屍和吸血殭屍 還有人很斗膽地扮何韻屍 他們會衝出馬路令交通造成不便 也有大量的人扮日本雨傘鬼 這是非常挑撥的行為 很暴力 會直接嚇死警務人員 警方是會用最低的武力 即是不用力來對付 我重申 這個是非常危險的區域 警方絕對有信心 在明早這一班非法集會人士 會被清場 直至夏天萬聖節為止 我們也發現 在萬聖節佔領區裡面 有大量暴力的事件 很多人流血受傷 斷手斷腳等等 整頭和整臉是血 但當他無事 卻知道 每個人都很開心 談我們深入調查之後 發現所有的傷口其實都是化妝來的 希望藍絲不要再瘋傳這些萬聖節的圖片 以免笑到大家甩屈 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至於今晚的重點應該是 重點的黃絲節目是夏衛依依 萬聖節巡遊 不過暫時我們還沒有掌握到 他會辦什麼 所以有新消息 我們會放上網 And now I will recap in English Happy Halloween and happy birthday to my dad 祝大家萬聖節快樂 好 多謝Madam姑 也祝令尊庸 生日快樂 好 接著我們去到佔領區的一個環節 一個最新的消息 我們就 在旺角 就是後面一點 有師傅幫我們搭了一個天網 因為高空雜物太過猖獗了 師傅搭了兩條行車線的天網 是保護我們旺角的佔領區的 另外 我們發覺這個 佔領區的 有這個 天幕之餘 還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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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戀不關事的 是 OK 這個 我們發覺 這個 中國駐曼谷的大使館 就已經出現這道府了 也都見到新加坡的地鐵站 也都出現 我要真普選 在全香港的各大專院校都出現 我要真普選 謝謝 好 那 最後呢 我們有些 萬聖節紀念的 標貼 裡面就包括了我們 很多領導人 其實他們平時都不需要假裝都像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去到一個訪問村民的環節 那我們首先呢 就請 Roy Roy 是請歡迎他 Roy是曾經受傷的 我想 你講一講你的經歷 還有你 為什麼會 沒有去到報案 首先 先說一聲 Hello先 多謝大家來觀星 清清的觀星 大家 好 那 我就 先說回 當日的事件 其實我就是 9月18號 受傷的 而當時我也想說一些 好 好 好 想說回一些 主流媒體 或者一些大台 不會說的事 想說回一些 給大家聽 話說 我那天是12點鐘 已經在十字路口 但如果大家有 留守在這裡 都應該知道 那一晚的12點鐘 發生了什麼事 在我12點鐘 踏正的時候 我就 見到有一幫警察 會退了後 忽然之間 變成一些 防暴警察衝出來 而那一批 防暴警察 我們見到的時候 第一時間 是會拿到一些 遮掩出來 先擋了 因為知道 一定會有 會進一步攻擊的 而他們開始有動載的時候 我們也都 我在前面的前線 我都叫前面那些人 就 叫前面那些人 就幫忙 不要說 退後一點點 我們盡量不要再衝擊 我們盡量不要再衝擊 但是在這個同一個時間之際 而防暴警察 是第一時間 在馬路 拉開鐵欄 而拉開鐵欄 他們很快地 以快速地 拿起那些警棍 見人就搏 而這些 主流媒體 是沒有說過的 我想說一件事 一直 有很多人 或者主流媒體 或者大台 說的我們旺角 是一些暴民來的 但其實 一點都不是 我們是很克制 就算警察怎樣打都好 我們是任去打 而我眼見的 亦都是我 親自見到的事實 我眼見的 是我左手邊 有個女仔 拿著相機拍的 當時 而她是 第一時間 被警察打到 頭破血流 而她很折下意識地 拿手擋 而她當時是拍照的 她連相機撥爛 手指斷了 而我右手邊 我見到 我有一個男仔 因為她們 不停地推我們 我們去到 已經是第二個防守線 我們是走不了的 而我們是出現 人踏人的情況 但有個男仔 是想拉起 想跌低的人 而同時間 她是被警察打到 手都斷了 而我 我是走不了的 我是強行 上一個圍欄 想著走的 而警方 我們不停地舉手 我們沒有路走 救命 我聽到很多人叫救命 而她是拿著盾 來推倒我們的圍欄 而我是 整個在後面 反了下去 我是背部落地的 而當時 我是起不了身的 到我入了廣華之後 我發現我是 我是尾追受的傷 而我現在走路 也是有少少問題 也都不是很順 起床 或者坐下 也都要扶一扶 我也都想講 一些東西 坊間 可能這陣子 有一些組織 想統計 我們這些受傷的人 或者一些曾經被人打過的人 但是我也都覺得 其實是有一個難處 我想說回 就是因為 好像我身邊那樣 當日是有二十幾個是受傷的 而我們也是有聯合一起聯絡的 而是大部份人都會覺得 有一個難度就是 他們會考慮 第一 學生的 他們會考慮自己的家人 是不是會介意 而第二樣東西 而在職那些 是會怕影響到自己做事的 因為我們是會變成做一個 自動自首的情況 所以我們是要考慮這件事 而我自己 我是贊成可以做一個統計的 而我也都想 說回一些事情 就是可能這裡在在 也都有經歷過黑社會 或者被警方打過的 那麼我們也都想 大家可以挺身而出 來計算這個統計 是 因為我經常覺得 錯不在我們 我經常說 警察是有錯就要認 而我亦都想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 講得出來 告訴所有人 我們不是一個暴民 是的 所以我就是想呼籲大家 就是可以 盡量 可以 真正 證實到自己 或者可以 抽身出來 講回這件事 就盡量 講回這件事 是的 多謝大家 謝謝 謝謝 Roy 要挺身而出 文化監部 也都在搜集這些個案 我們都會盡量安排一些法律的援助 當然我們 都會考慮個別的情況 大家的意願 所以歡迎大家 來到文化監部 將你們的個案 講出來 然後 我們就 另外還有一位 媽咪 這個就是 Madam Gu 不如麻煩你 我們給點掌聲 這一位媽咪 她叫做Sylvia 謝謝 大家好 其實我 大家好 其實我首先 要很感謝 在這裡 跟我一樣 都是支持著學生 還有 Roy 他們很勇敢 我都是因為催淚彈 走出來的 因為我自己也有一個女兒 但是我女兒都是大過Roy 在做事的了 但是 身為媽媽 我相信 全世界任何一個媽媽 都會 不想自己的小朋友受傷害 即使是其他小朋友 你都會有這個感覺 另外我去金鐘 就是我落金鐘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很想知道 因為 朋友知道我要去支持學生的時候 他們就說了很多負面的說話 還有 又會覺得 你會擋住很多人 或者影響你的工作 或者很多事情 但是我自己的性格 我是希望 我要看真相 因為在主流媒體那裡 報紙、電視 全部跟我落到金鐘的 是很大差別 還有呢 我真是很希望 這裡所有的媽媽 或者是你們 認識所有很多的朋友 真是要好好保護自己的小朋友 還有 亦都是鼓勵他們 如果他們真是 他們現在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大人都不敢去做 現在他們 這班 這麼有為的 勇敢 還有這麼 年輕人 站出來 是為整個社會好的 我們應該是支持她 我自己的女兒 因為她工作關係 就是不可以跟我同一的時間 因為我是回五天工作的 變成我是可以放工之後 下去金鐘 然後翌日早上六點鐘回家 然後就換山上班 然後就每晚 因為我之前 我想跟很多香港的家庭主婦 都是的 就是對政治 就是很冷感 很熱衷 因為就算我有什麼不滿意 我一個人可以做到對什麼 這次所以 真是很多謝同學 還有有良知的市民 他們夠膽 因為其實我都是因為他們 所以我才夠膽 一直堅持下去 那我希望 直到 希望這件事 希望政府真是能夠 勇敢地走出來面對 還有 承認他們自己是錯 對不對 我們這麼善良的學生 還有這麼有良知的市民 大家都為了這個社會更加好 其實我們經常都聽到 政府也好 或者一些議員 他們經常都會說 有外國勢力 為何可以有這麼多物資 那你在金鐘留了二十幾天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覺得是 究竟有過這些外國勢力 還有那些物資是怎樣來的呢 好笑 先說我去了金鐘幾天之後 王子華就出來 好像說過 當你去過金鐘之後 去到金鐘那裡 你就不捨得走 真的有一個感覺 有一個星期 有一個星期五晚 我當然會 等於今晚我都會回到金鐘 那裡 第二天 起床 因為那天星期六 就有一些特別的講座 我跟我妹妹 都不回家 直接吃完早餐 又買幾份報紙 又看究竟 那些人又在搞什麼鬼呢 然後 接著我在金鐘那裡 就認識了一個傳道人 那裡 也有很多太太 一些女士 那些女士都是在那邊做義工 有些就是小朋友 種過催淚彈 有些就是 很小朋友的媽媽 她是很擔心 她自己的小朋友的將來 會在一個這樣的社會 是非瘋倒黑白不分的 即是一些政權底下 那天 我們在那個 booth 那裡聊天的時候 那時候 一直聊聊聊 很快 聊到差不多 十二點多鐘 突然間 有個太太 和一個餐廳老闆 推著很多飯客 走來問我們 有三種 有炒粉 有炒麵 有什麼飯 問我們要什麼 有飲品的 又問我們有什麼 接著我們再聊聊聊 我們整天聊了很多個小時 這裡下午 又有人送蛋糕來 每一次來 我們都會在那裡笑 說 這外國勢力有你 接著他們送來那些 他們就會 說笑 我們是本土勢力 有什麼 其實我知道 你雷雷在過程中 有受過傷的 即是在金鐘的時候 那 在旺角的時候 那 為什麼 她現在都依然會出來 去繼續支持 那你作為媽媽 為什麼你又不會阻止她這樣呢 因為我覺得她都是大個女 還有她都懂得保護自己 那基本上其實 我想大家如果真的 不只是看報紙 和聽別人說的時候 如果你親身去每一個佔領區 基本上我也曾經去過銅鑼灣 那 其實 所有的參與者 都是一些 很和平 很善良的人 那 亂呢 就是 你都知道 有顏色絲帶 那些人出來 才會 又或者 我們的政府 不知道為什麼 會跟他們很友善的人 出來才會亂 那 所以 我很放心 有什麼想跟其他很擔心的媽媽 或者其他的市民說呢 真的不需要擔心 現在 我覺得 真的 我跟金鐘認識了很多的媽媽 這樣談 他們覺得 他們的小朋友在這段時間 他們以前 他們家裡怎樣教他們 但是這次他們真的長大了很多 他們會跟媽媽說 你不用擔心我 就是 我很懂得保護自己的 那 所以 希望 各位媽媽 都 還有爸爸 都要支持小朋友 其實 跟他們一起參與 最後一個問題 你覺得你會支持 大家到什麼時候呢 我 會跟那些 學生一起 一起走 當然 我希望 我們的政府 可以快點醒醒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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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林女士 現在我會回答英文 CY亮正式否認 她曾經有一個14K的言論 行政長官辦公室 是正式發表聲明 否認 CY亮曾經說 月薪14,000元 或者以下的人士 是不享有行政長官選舉的提名權的 事實上 她當時是沒有說過14,000元 她說的是 1,800USD 各位 我們今天的 張Sir到此為止 請大家上網 繼續收聽 收睇這個 熊絲藍絲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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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